你是最终用了通过了什么手段 一向为人和善的沈童 为何要在电影《西红柿首付》的发布会上 让女主角宋云化难堪 其实稍微关注一下这部电影 就会发现其中的原因 原来早在电影开拍前 片中女主角的扮演者定的一直是玛丽 甚至沈童和玛丽两人 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到处跑宣传拉投资 凭着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成功 以及神马组合要再次合作的热度 吸引了不少的投资商的同时 也引来了不少粉丝的关注 可就在即将开拍之际 沈童却得知 玛丽被一个18线演员顶替掉的消息 而他本人在得知此事后 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因为早在拍摄电影《夏洛特烦恼》时 就有过差点被换掉的经历 但示好搭档沈童却非常气愤 并感到不可思议 他马上给导演打了电话 导演给出的答案非常离谱 后来写着写着就觉得 这个不适合玛丽 其实名演员都能看出来 这位莫名其妙剃掉玛丽的女演员 其实就是带姿劲组 沈童生气也没办法 到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毕竟对方有钱 如果这个女演员的演技 可以撑起来女主角 那么其他演员 暂且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位女演员的演技 甚至连凑合都谈不上 简直是尴尬得要命 剧组一群喜剧人都救不了她 奈何胳膊拗不过大腿 最终这部片子还是按时拍完了 其实就算玛丽没能参演 这部电影中的一些细节 也证明了 玛丽才是女主的最佳人选 比如影片中的东梅大桥 还有未想身穿的球服 背面映着玛丽的名字 电影上映后 因为开心麻花的观众员 首日票房就达到了2.26亿 就连每几个镜头的未想都火了 女主角宋云化却被遗忘在角落里 显然投资方这次强捧失败了 而观众对于这部电影里 没有玛丽的参演 感到非常惊讶的同时 还被女主尴尬的演技无欲到了 所以在电影《星红柿》首付的发布会上 沈腾对这位女演员 以开玩笑的方式问出了真心话 不满好友玛丽无辜被替换 不满宋云化拙劣的演技 沈腾依然选择短暂的丢失体面 几次三番的拒绝和这位女演员互动 甚至当面划清了界限 不得不说 沈腾这一做法实在太解气了 如果说这部电影《玛丽没能出演》是遗憾 那么《卫祥》这个删减的报销片段 则成为了又一个遗憾 我一定不是最后一个知道 西红柿首付中最好笑的片段 竟然是被删减的三十秒 花絮中作为教练的卫祥 在一场球赛中 因为实在看不惯对方的赖皮行为 就上前和对方教练理论 可没想到对方教练一开口 就是裹萃输出 本着动手不动口的原则 卫祥边走过去边骂骂咧咧 甚至抽出了自己的皮带 他的这个假动作 成功的让双方球员 都以为对方要近身肉搏 赶快上前拉架 可谁也没有想到 接着卫祥直接变脸 后悔自己太过冲动 主动伸手向对方教练示好 眼看着两位教练越走越近 马上就要握手言和 然后卫祥接下来的操作 直接让对方教练措手不及 就这样 一连串的假动作输出 带来了一系列的戏剧性转折 当这段被删减的片段 在网络流出后 网友们纷纷表示 如果这段戏份没有被删除 电影的总票房 或许还能再涨两个亿 在这部电影中 卫祥虽然没有几个镜头 但是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他在餐桌前举着手机 一边喊着要直播三口吃掉一头猪 一边张开大嘴 将整个猪头塞进嘴里的场面 这段画面虽然很短 但却是看一遍笑一遍的程度 甚至直接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经典镜头 其实 卫祥的演技一直都是被低估的 在电影《你好李幻英》中 虽然他又是只有几句台词 十几秒镜头的配角 但却被他演绎得炉火纯青 所以有人说 卫祥是黄金配角 是内地版的吴梦达 卫祥的喜剧天赋 慢慢地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终于在42岁这年 迎来了属于他的第一个男主角 这部电影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在电影的收音里上 沈童和玛丽对卫祥夸赞有加 卫祥能当主演 沈童是发自内心的激动 卫祥也把沈童的好都记在了心里 一支不善言辞的他 也在一档节目中说出了 会爱沈童一辈子的肉麻情话 在电影《西红柿首富》中 王多瑜这个角色 竟然在现实中还存在原形 电影中的王多瑜 为了能够在一个月内花掉十亿 特意请古神来中国吃了一顿火锅 其实这个场景并不是虚构的 现实中真有这么一个人 请巴菲特吃了一顿饭之后 狂赚了一个多亿 他叫赵丹阳 2008年 赵丹阳花了211万 邀请巴菲特共进午餐 在这期间 他随口向巴菲特提了一嘴自己的公司 出于礼貌 巴菲特简单回了一句 然而饭后 在面对记者采访时 他直接对媒体说 巴菲特非常看好这个公司 于是在第二天 他的公司身价暴涨 巴菲特知道后 惊讶之余还有些生气 谁也没想到 这简单的一顿饭 却成就了一个公司的崛起 除此之外 电影中还有很多的细节 与现实联系密切 比如王多瑜在公园吃饭时 给两个商人吃泡面和卤蛋 其讽刺意味十足 影片中的王多瑜 在拿到天价遗产后 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 符合自己身价的发型 网友惊奇地发现 这个发型竟然是王思聪同款 除此之外 电影中还有许多细节 都和夏洛特烦恼产生了联系 在微博的片段中 王多瑜特意拜访了一个人 想要请教花钱方氏 这个人就是电影《夏洛特烦恼》中 袁华的区长父亲 当他找到袁区长时 没想到他父亲却认为 这是国家来找他算账来了 于是就什么也不管了 跑到阳台就准备往下跳 还对王多瑜说 你不要套我话 紧接着就是纵身一跃 这也就解释了 袁华为什么突然夹到中落 当起了渔夫 电影播出后 有不少人注意到 其实夏洛上的中学 名字就叫做西红市中学 也就是说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故事 同样发生在西红市 关于西红市这一地名的含义 导演在采访中 也说出了其中的奥秘 他说西红市这个名字 能让他想起以前童年的去世 也希望用西红市这个名字 来表达自己对童年生活的怀念 最后导演竟然来了一句 这部电影的意义 其实远比人们想的还要多 低温中的oston 小时的 virtue